好来看到是嘉义开原路 有一处民宅 昨天晚间10点多发生了瓦斯气暴 这威力非常的强大 导致了住家一楼的落地窗整个被弹飞 那么到了门前的道路 场面很惊喜 当时在屋子里面有一个83岁的老人家 受到了二度灼伤 被紧急送医急救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同住的两个孙女也都没有受伤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嘉义扑子一处民宅发生瓦斯气暴 请教人员过报前来救援 而气暴的威力之大 停在外头的轿车 挡风玻璃正面军裂 玻璃散落一地 民宅内更是惨不忍睹 木板墙 天花板被炸到扭曲边形 屋内一名发寻老妇人 惨遭灼伤 被送往医院急救 当时瓦斯气暴发出巨大声响 把附近邻居都吓了好大一跳 就来一看才发现大事不好 外头一片狼藉 部分门窗被炸到扭曲边形 紧急通知消防人员 以及受伤老妇人的家属 老妇人煮东西 意外引发瓦斯气暴 索性送医急救后 没有生命违宪 和老妇人同住的两名孙女 也因为不在爆炸现场 没有受伤 是不幸中的大幸 而火雕科人员也要进一步鉴定 究竟气暴原因为何 记者张俊荣 嘉义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